65岁映照女郎招待客人 两人洗漱完西灯 点上红色蜡烛进行交易 画面一转 女人收拾好东西 拿上钱转身离开 素英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公园里 像那些穿着体面的老男人搭讪 不同于浓妆艳抹的其他人 素英每次揽课都比较含蓄 但是生意却出奇的好 凭借着一手绝活 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自然也惹来了同行的嫉妒 可是素英并不在意外人的诋毁 在她眼里 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和那些每天准时上下班的白领 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肯定会说 都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要从事这种不体面的工作 可是如果不是无路可走 又有谁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 素英的一生充满坎坷 年轻时她也有一份正经工作 当过保姆做过服务员 还进场当过女工 她渴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打拼出一番事业 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 可是现实却很残酷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年轻女孩们被抓去做杨公主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为安抚 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也成了她一生无法抹去的阴影 后来遇到一个美国大兵 两人约定好 等战争结束 男人就带她回美国见父母 可在她临盆之际 男人却彻底消失了 从此再无音讯 而素英一个人根本无力抚养孩子 就把还没满月的儿子送到了福利院 希望能有一户好人家收养她 爱情遭遇重创 事业也不顺利 她工作的久长倒闭 年过半百的素英失业了 她四处碰壁 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操就业 做起皮肉生意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素英不幸染上了临病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她碰巧目睹了一场闹剧 医生为了入坠豪门抛弃弃子 女人找上门来 一气之下用剪刀刺伤了医生 赶来的警察将女人带走 留下可怜的儿子流落街头 一旁的素英动了侧影之心 暂时收留了这个孩子 给她安排住的地方 给她做好饭菜 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 秀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孩子的母亲被关了起来 秀英带着孩子去探望 承诺会找律师为女人上诉 在此期间也会照顾好她的儿子 明明自己都过得很艰难 素英却总想着帮助别人 之后的一段时间 她不得不带着孩子去公园招揽生意 农妆艳抹的女人站在街边 询问路过的老人要不要喝一杯酒 这是他们之间的特殊暗号 如果对方愿意进行交易 就会跟着女人去附近的小旅馆 秀英接到课后 就把孩子暂时寄存在前台 等完成交易后再带着孩子离开 每天赚的钱勉强能维持两人的开销 自从不幸染上脏病后 每次交易时 秀英不得不谎称来立假 用别的方式伺候客人 但时间一长 客人难免生意 或不担心 秀英去药房买药时 碰巧被同行发现 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开 这个圈子本来就不大 一时间老主顾们看见她都躲得远远 为了生存秀英不得不到处辗转 找到一个更天僻的公园招揽生意 没想到在这里 竟偶遇了一位老友赵叔 两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感叹时光的变迁 曾经风华正茂的朋友们 大多走得走 剩下的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素英问起了另一位朋友老宋的近况 老宋年轻时是局长 坐视雷厉风行 在外面出手阔绰 可素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没想到赵叔却告诉他 去年老宋不幸中风瘫痪在床 虽然留下了花不完的退休金 但子女都不在身边 把他扔给了护工照顾 每年只会回来看他一次 孙子孙女也对爷爷嫌弃不已 曾经那么风光的宋局长 现在却英雄落寞 只能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等死 秀英一时间百感交集 他抽空去探望了老宋 以前见面一定要收拾的干干净净的老人 现在浑身散发着臭气 亲人的冷漠和嫌弃 让老宋心如死灰 他觉得像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 还不如死了算了 恳求秀英能帮自己解脱 回家后秀英纠结了很久 最终决定帮老友带着最后的尊严上路 他去药店买了药 再次拜访了老友 亲手为他喝下药 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友拉着他的手 轻声说了谢谢 送走老友后 秀英突然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 人有再多钱又有什么用 他不再为未来而焦虑 把这些年攒下来的钱都捐给了福利院 他等待着警察把自己抓走 这样他也能够解脱了 直到这天赵叔再次找到他 男人告诉秀英 老宋死后 他的子女只关心遗产如何分割 对于老宋的死就差拍手叫好 根本不在乎老人的死因 秀英忍不住向他坦白了一切 其实老宋是自己亲自送走的 但听到这个消息 赵叔却并没有指责秀英 他非常能理解老宋的做法 死亡对他们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赵叔突然想起自己一个朋友 朋友患有老年痴呆 一犯病就经常到处乱跑 为了不连累家人 就一个人搬出去住了 三人坐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 朋友一直饱受病痛折磨 有时候上一秒刚吃完饭 下一秒就不记得自己在干嘛 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想要秀英帮自己解脱 秀英本想拒绝 但面对朋友的苦苦哀求 他又一次怜悯心泛滥 第二天三人相约爬山 来到山顶处 朋友示意赵叔离开 然后默默走到悬崖边 女人将老头一把推下悬崖 但他并不是要害人 而是对方请求他帮忙杀掉自己 原来老头饱受病痛折磨 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这才找到老友帮自己解脱 看着朋友坠入万丈深渊 秀英的心却久久不能释怀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 之后来找他求死的老人络绎不绝 不管年轻时如何风光无限 在年老时 他们一样生活在孤独和被嫌弃之中 不能有尊严地活着 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和救赎 直到这天 仅剩的老友赵叔也找到了他 见面的那一刻 秀英仿佛明白了什么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两人来到一个高档餐厅 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赵叔还大手一挥 开了一瓶昂贵的洋酒 酒足饭饱两人来到五星级酒店 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首尔 沙发上赵叔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他已经身无可恋 老伴走了 自己人到晚年 又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他的亲人 如今老友们又纷纷离去 救下他独自一人 他不想再活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了 他想去找家人找朋友 想要寻找彻底的解脱 说完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安眠药 递给了素英一颗 然后将其他药一饮而尽 临死前能有朋友陪着自己 他此生再无遗憾 到了另一个世界 也许那里有他的家人和朋友 赵叔最后给他留了一个信封 里面是他的全部积蓄 可秀英一分钱都没有留下 他来到寺庙 将钱全部投进功德乡 他像死神一般 送走了瘫痪的老颂 送走了患病的朋友 也送走了孤独的赵叔 却唯独剩下自己苟延残喘 其实残忍的不是充当柜子手的他 而是潇洒离开的朋友们 秀英不知道 这些钱够不够为自己赎罪 连续数位老人离奇去世 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新闻上报道着所谓的老人杀手 草率的定义凶手是为了谋财害命 警察将秀英抓捕归案 但他并没有辩解 承认了全部罪行 他询问警察 自己能不能等到明年开春再死 因为他害怕路上太冷 他实现了老友们的心愿 可自己唯一的心愿却没能实现 因为案件性质过于恶劣 他没有熬过这个冬天 就被匆匆送上刑场 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要杀人 在正义的群众眼中 他是残忍谋害老人的凶手 人们站在道德制高点 用自己的正义审判别人 可又有谁知道 这个看似残忍的女人 才是真正救赎世人的神